在建中的時候 看到那個時候中央日報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連串的專載文章 由孤穎先生所寫的 叫做小市民的新生 他那個時候在描述的一個 應該有的大學生 或者是一個高中生 一個大學生為主 他說希望他們不要鬧事 對國家的事情不要多批評 好好把書讀好 然後下課的時候 到那個時候的西門町的一條龍 吃水餃了 去吃小籠包子 我看了非常憤怒 那個時候我也算是憤青 非常非常的憤怒 一個愛國的年輕學子 怎麼可以把國家的這些事情 不當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的房間裡面 有一個台灣的地圖 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地圖 還有一個世界的地圖 所以我意思是說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走過來的人 我不曉得你大概是因為你比較年輕 大概沒有看過那篇那些文章 它引起社會很大的反響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今天我們來看這群學生 我倒是覺得有值得稱許的地方 我也認同有一些是 本來在學習過程裡面 應該有的一些態度 我覺得值得稱許的地方 是我跟過去觀察都一樣 就是台灣的年輕人 他是非常非常有教養的 有教養的 怎麼會有教養 這個教養不是指的是說 占領立法院 那個法律後果 他們自己來承擔 我想有教養的是 他們懂得秩序 當他們做完一件事情 他們懂得去清理 這就像當初我在大陸觀察到 這些年輕人 我去大陸上海 去等地鐵 買了一大堆書 放在這邊 門口只鋸我前面 差不多兩公尺 結果車子來了 我在那邊 車子走了 我還在地方 為什麼 一群年輕人蜂擁而上 完全沒有任何秩序的觀念 對 所以你看國外的人 到台灣來看我們做捷運 做大家這種展現的 這個就是我們教育非常成功的地方 這塊我相信是我們努力的一些成效 不管是我們的家庭教育 也好 到我們的學校基礎教育 這點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有需要努力的地方是什麼 您注意到沒有 就像您剛剛講到的 學校是一個能夠開放心胸 用專業理性的態度 來探討問題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 顯然是不足的 這點我們也必須承認 所以當他情緒很高漲的時候 我們不能講任何事情 當他講任何事情 他都會認為你是否定他 其實沒有否定 而是要建立學習溝通 所以將來這群年輕人將來 他們慢慢成熟了20年以後 如果說我們的社會 能夠建立一個理性探討問題 彼此用善意的開放的態度來溝通的話 台灣是有機會的 多用同理心 多用包容的方式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 可是我這才要去瞭解 你為什麼講這些 我必須用你的想法看一看 然後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呼籲的 因為最近看到的情況是說 你的聲音跟他不一樣 他就把你當仇人 有可能會這樣看 雖然這樣子就很困難了 對立就形成了 這些學生的他們的訴求目標 但是我當然也認為 他們的訴求的目標 跟他們的手段是不一致的 他們既然佔領了立法院 我一直認為佔領立法院 就是應該要逼我們這些立委下台 這才是手段跟目標是合一致的 當然他們要求的是其他的事情 當我去跟他們去沒有溝通 是在透過別的場合的時候 他們的情緒非常高 可是一溝通以後 他們聽得懂 其實我們大家看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只是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是好的作為 就是大家交換意見 所以我學習 我覺得將來我們的教育的態度上面 還是要學習 怎麼樣把這樣子一個溝通的技巧 彼此尊重的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在我們的教育體制 把它建立成一個價值 我一向認為是說 大家其實怎麼樣溝通 把一個事情 可能好的事情 讓大家都願意做 願意接受 這也是溝通 或者說兩個意見不同 能夠怎麼樣去找到共識 也是溝通 溝通是很多元的 那這個其實在我們過去的體制裡面 其實是不容易的 學生要跟老師溝通 好像也有他的困難 好像有上下之間的關係 我願意看待這個溝通是平等的 既然叫溝通 就是不是因為老師跟學生的溝通 就是老師在上面 學生在下面 絕對不是 政府跟學生的溝通 我為什麼跟說部長與學生相約 相約就不是有約 不是我來約你 相約的概念就是說 那時候設計就是說 你也可以約我 你覺得有幾個議題 你覺得合適就來約 大家站在一個對等的位置上 一起來溝通以後 我可以最後還是跟你沒有共識 可是我知道你講了這些東西 我也會再做更深刻的思考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同意 你剛剛這個評論 就是說我們一定在校園內 一定要這樣做到 因為不然的話 校園其實分裂了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系主任 很關心學生 請他們回來吧 他其實並沒有 根本沒有要對學生做什麼 可是學生就說 連推薦信都不要他寫 可是想像看 老師幫學生寫推薦信 現在學生還想說 我不要你幫我寫推薦信 好像是我給你一個推薦 那這個其實當然都是 都是各式各樣的情況 這個當然還有一些 更深層的一些考慮 這個深層的考慮 就是我們整個價值觀 或者我們教育我們的青年 我們缺乏了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 所以常常大家彼此之間互動的時候 都是一種防衛心 一種負面的角度 所以那個負面能量太強的時候 彼此之間的互信就會被破壞 所以我希望將來我們在教育的體制上面 在價值上面 我們盡量用正面的能量來看待 包括這些學生 他們可能有做錯事情的地方 那麼當然他們如果成年了 依照法律 現在有法律 這部分也必須 對 但是我希望在我們的 這個校園裡面的教育 是開放的 是彼此之間 能夠用彼此尊重的態度 這個其實就是我特別講 校園內現在同學之間 其實unfriend each other對不對 就是說他就不跟你三好友或什麼 或是師生之間也有衝突對不對 老師之間也有衝突 因為老師的想法有一樣有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都是必須要慢慢想辦法去疏解 大家都不合適再去講誰怎麼樣 再指責現在去指責別人 我相信只會惡化 對話 我希望這個問題 像今天談的這個問題 當然是已經有點操離了我們今天的主題 但是我必須說像我們經濟學家 從有經濟學開始 200多年來 討論的不過就是今天的負貿問題而已 但是我們經濟學家 其實90%都是安靜的 因為大家知道情緒很高昂的時候 這個東西不能談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經濟學家花了200年的時間 在討論這樣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得到了結論 我相信熟了以後 再回來看的時候 大概可以看得出一個端倪出來 所謂端倪出來就是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因為你知識胡茂囉 是這個意思嗎 有沒有這樣子 有沒有imply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我講的是說 事情一定有利弊得失 是 事情一定有利弊得失 經濟學家會把利弊得失的並程上來 問題是經濟學家下面一個態度就是 我們該如何解決 他是用正面的態度 去解決問題 對 就是說 可能有很多選擇 對不對 所以才有 policy的 consideration 是 是 政策的考量 當然如果說他的成本大於效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是 更不用講了 更不用講了 所以這個東西 現在都不能談這些問題 為什麼 今天呢 你說 我們現在社會的氛圍 是 就是談大家沒有辦法太理性來做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討論 一定要等一段時間 cooling down 安靜下 定下心來 再用理性的專業態度 大家一起討論 不過我也看到一些人他說 如果這個更透明跟那個以後 他也支持胡馬 我看其實從不同政黨的 我沒有講支持不支持 什麼事情 都有這些意見也進來了 他一定有利弊 這些利弊本身是不是 不能承受的時候 我們必須當然有不同的態度 只是很遺憾 在大家討論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缺乏了一個很理性很專業的考慮 是一個必須要 可能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因為經濟事務有時候 因為它牽涉政治性 不完全只是經濟的一件事情 沒錯 這個 我今天談的這個事情 只是一開頭 因為看到了 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跟台灣的年輕人的 我可以說他們 我看得到他們的早期 這點只要好好的去 建立社會的氛圍的話 希望就是說他們這種能力的展現 能夠導引到正面的發展上去 對國家進一步的發展來做努力 那中國大陸欠我們一個世代 這一個世代 就是我們能夠維護 我們的優勢的地方 真的 你要訓練一群人出來 是這樣子的態度 那不就要從頭開始 那是一個generation 我這邊想要談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教育部在教育學生 這個互動上面 人際的互動上面 有另外幾個問題 會出現現象 這個現象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譬如說第一個性侵害事件 性侵害這個 在學校裡面非常的嚴重 我們近期 至少透露出來的 本來過去是黑書 現在顯現出來的 我們持續的去關注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件 我想我們都會很認真的去看 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就算是師生吧 不是師生 同學了 同學在民國2010年的時候 是815位 到了2012年 已經變成1580位的關 這種Case 1580個Case 可以看到快速的成長 我為什麼講這個問題呢 另外一個 我們今天注意到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義男去檢查身體的時候 義男要去檢查身體 對 結果檢查身體的時候 我們發覺得到艾滋病的 在譬如說在96年的時候 143位 到了102年 短短不到10年的 在67年的時間 變成382位 143變382 可以想像這個成長率 其實 這是什麼 教育部啊 我一直強調這些 心理的健康教育 跟生理的健康教育 必須要強調 是 教育部的這方面 到底做了哪些 可以值得我們認可的事情 我想這樣子啊 就是說其實在大學裡面 針對這些相關 跟性教育 跟相關這些東西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機制在做 那當然我想在 從高中 因為事實上得到 剛剛講艾滋病的話 他當然也可能有用針筒的 有些是可能是 發生性行為 這些都有 我們也去檢視這一些 可能的案例 以後能夠 事實上能夠有所紓解 他們甚至有 美砂酮的那種作為 就是說可能這些 相對應的 就是說在校園內的 針對這種 可以減少這種 艾滋病的這些作為 我想其實 從教育的角度來做 從其實其他 有一些替態方案的方式 都有一些作為 都有一些作為 可是我看到的數據 是不斷的攀升 而且這個速度非常快 當然持續還是持續要 包括你看看 心理上面的性侵害的問題 對不對 生理上面的 包括了這個艾滋病的問題 這個 我覺得教育部在這方面 真的尤其12年國教以後 你特別針對那個 進入那第12 就是後段的那3年的 12年國教的部分 真的是需要能夠強化 對我想剛才這個 如果進一步要講的詳細一點 我可以稍微再做一些陳述 他當然是三級輔導的概念 這個當然這個性教育 當然一定納入這個 我們基本的這個 教育的作為上面 那第二級的這個防治是 那剛才是等一般的學生都做 針對很可能需要高關懷輔導 有可能會得到艾滋病 或者他可能過去有紀錄 那些紀錄的 我們會去做適當的一些處理 另外的話就是說 做一些篩檢的一些工作 我想從一般的教育 到這個二級輔導 到三級的一些作為 謝謝 我希望明年 我看到這個數據 是 他開始改變他的方向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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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李貴明 李貴明 李貴明 委員不在 羅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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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呂